辛苦 辛苦 辛苦你們了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好好注意身體 另外的就是 真的別病 我看到現在都有 一起你喝一些 然後同一瓶 就給另外一個人 你喝一些 其實這個 我都是今天 聽佳兒老師說很多遍 因為他有這種經驗 在一個團隊裡面的時候 我們是有試過 一年感冒沒好過 七個人 一個人好了 一個人好了 或者幾個人好 六個人好了 一個人還有感冒 大家一起吃 喝 希望就是不分享食物 不分享飲料 或者戴口罩 你生病了我戴口罩 叫你戴口罩 不代表不好朋友 這是為了大家 為了大家 對 希望注意一下 睡覺的時候這裡特別乾 你們特別乾的時候就 拿一個毛巾去濕點水 然後放在床頭 這樣會對嗓子非常好 而且就是睡的時候 哪怕熱 嗓子不舒服的時候 就拿一條很薄的那些什麼 圍巾就放在這裡 就是保護在這裡 不要讓它受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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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冒好了一點嗎 好了吧 有實驗嗎 有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口罩 為什麼 沒有口罩嗎 有沒有分享食物 分享飲料 有啊 下去 會不會 會不會 辛苦 之後 可以